那它就是我所說的這一版 那後面呢 它這邊真的是蠻寬的 真心為您把關 SUM 里程保證 我承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冠心車业的家瑋 那以前呢 我們都會覺得 TIDA是一個乖乖牌在開的 乖乖牌的人在開的 那現在呢 在最新的版本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做J版 那它多了蠻多個性運動化的風格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台呢 是2021年的TIDA 那它就是我所說的J版 那J版最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看它前面有一個 鑽石切面的林格文水箱護照 那下寶桿這邊有一個做兩個內凹 所以會看起來是更有個性的 那前面是搭載LED的尾燈 LED的霧燈 還有一個日行燈導光條 那我們看到旁邊的部分 有一個16吋的雙色切削鋁圈 那旁邊這邊一樣有Keyless 那它下面這邊是有鏡頭 所以它是有搭載360度的環境 那後面這邊呢 也是有一個 鑽石切面的下寶桿 那這邊有兩個通風口 可是是裝飾用的 那尾燈呢 它是有一點微燻黑 然後配上LED的尾燈 所以會覺得在晚上還是白天 看下來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那我把後車廂打開 它裡面的深淺 它有做一個 有比較稍微下淺 所以如果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摘一些高的東西也是 就是比較方便這樣子 那內裝這邊呢 跟一般的替打不一樣 是有一個 它有一個雙色的內裝 是暗紅色跟黑色 那暗紅色這邊呢 還有一點 林格文的飾板 那它的方向盤 有 音響快撥鍵 然後有定速 對 然後加上我們如果 那個 講電話可以開跟關 排檔桿這邊 左側有一個 Sport的功能 可以做Sport的切換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 雙曲恆溫的空調 影音這邊有搭載的 Apple CarPlay 還有Android Auto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導航 所以都還蠻方便的 然後最重要 還有一個 360度的環境 這個在停車真的是很方便 那它這邊有一個車側盲點 那有一個HUD的抬頭顯示 那它連我們拉手煞車 還是哪一邊的門沒有關討都會顯示 那後面這邊呢 有一個後座出風口 然後有一個可以放東西的掛鉤 那前面呢 剛剛是我調的前面的座姿 那後面呢 它這邊真的是蠻寬的 這連翹腳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這一台開價呢 是58.8萬 那如果你是看賞車往來的 還有更多的優惠價格 那它目前的里程真的很少 只有1萬9999 我等等開回去應該是2萬公里整 所以如果要看這一台的 真的要把握 實在就是S.U.M.